第110回 文秧丹记退雄兵 将为被水破大敌 却说为正元二年正月 扬州都督 镇东将军 领淮南军马灌秋俭 自重宫 河东闻喜人也 温司马师善行费力之事 心中大怒 长子冠秋殿曰 父亲官居方面 司马师专权废主 国家有雷卵之威 安可艳然自首 简曰 无耳之言是也 遂请赐使文亲商议 亲乃曹爽门下课 当日文简相请 即来拜业 见腰入后堂礼壁 说话间 见流泪不止 亲问其故 简曰 司马师专权废主 天地反复 安得不伤心乎 亲曰 都都镇守方面 若肯仗义讨贼 亲愿舍死相助 亲忠子文书 小字阿秧 忧万夫不当之勇 常欲杀司马师兄弟 于曹爽报仇 今可令为先锋 见大喜 及时泪酒为事 二人诈称太后有密诏 令淮南大小官兵将士 接入寿春城 立一潭于西 载白马煞雪为盟 宣言司马师大逆不道 今奉太后密诏 令尽起淮南军马 仗义讨贼 众揭月福 见提六万兵 屯于巷城 闻亲领兵二万 在外威游兵 往来接应 见一席诸郡 令各起兵相助 却说司马师左眼肉流 不时痛痒 乃命衣冠割之 已要封闭 连日再抚养病 呼闻淮南告急 乃请太后王肃商议 肃曰 西关云长威震华夏 孙权令吕蒙袭取荆州 辅旭将士家属 因此关公均是瓦解 仅淮南将士家属 皆在中原 可及抚恤 更以兵断旗归路 必有土帮之事已 诗曰 功言极善 但无心歌目流 不能自亡 若是他人心又不稳 诗中书侍郎 忠会在策 禁言曰 怀处兵强 骑风甚锐 若遣人领兵去退 多事不利 唐有疏语 则大事费矣 诗决然启曰 非无自亡 不可破贼 遂留帝司马昭守洛阳 总涉朝政 诗成软于 带并东行 令镇东将军诸葛旦 总督御州诸军 从安丰金去寿春 又令征东将军胡尊 令青州诸军 出侨颂之地 绝其归路 又遣荆州赐使 监军王姬 领前部兵 先去镇南之地 师领大军 屯于襄阳 据文武于帐下商议 光禄勋正茂曰 冠秋简 好谋而无断 文亲有勇而无志 今大军出其不意 将怀之族锐气正盛 不可轻敌 只以身沟高雷 以错其锐 此亚夫之长策也 监军王姬曰 不可 淮南之反 非军民思乱也 皆因冠秋简势力所逼 不得已而从之 若大军一临 必然瓦解 诗曰 此言甚妙 遂进兵于阴水之上 中军屯于阴桥 积曰 南顿极好屯兵 可提兵星夜取之 若迟则冠秋简 必先致矣 师 遂令王姬前部兵 来南顿城下寨 却说冠秋简在象城 闻之司马师自来 乃聚众商议 先锋歌雍曰 南顿之地依山傍水 极好屯兵 若卫兵先战 难以驱谴 可速取之 简然其言 起兵投南顿来 正行之间 前面流星马报说 南顿已有人马下寨 简不信自到军前试之 果然惊其遍野 迎债其整 简回到军中 无计可施 呼绍马飞报 东吴孙俊提兵渡江 袭寿春来了 简大惊曰 寿春若是 乌归何处 事业 退兵于象城 司马师见冠秋简军退 据多关商议 上书复古曰 仅简兵退者 有无人袭寿春也 必回象城分兵聚首 将军可令一军去乐嘉城 一军去项城 一军去寿春 则淮南之族 则淮南之族必退役 燕州次使邓爱族志多谋 若领兵敬取乐嘉 更以重兵应之 破贼不难也 诗从之 及前世持席文 叫邓爱旗眼周之兵破乐嘉城 诗随后引兵 倒闭会合 却说冠秋简在象城 不时差人去乐嘉城少探 直恐有兵来 请文钦道迎贡义 钦曰 嘟嘟悟悠 我与桌子闻殃 只削五千兵 赶保乐嘉城 见大喜 亲父子引五千兵投乐嘉来 前军报说 乐嘉城西皆是卫兵 约有万鱼 遥望中军 白毛黄月 造盖珠藩 簇拥虎杖 内树一面锦绣帅自齐 必是司马师也 安立迎债 尚未完备 诗 文央悬边立于覆策 文之词语 乃告覆曰 趁笔迎债未成 可分兵两路 左右击之 可全胜也 亲曰 何时可去 央曰 今夜黄昏 赴隐二千五百兵 从城南杀来 尔隐二千五百兵 从城北杀来 三更十分 要在卫寨会合 亲从之 当晚分兵两路 且说文央 年方十八岁 身长八尺 全装冠甲 腰悬钢鞭 抄枪上马 遥望未债而尽 事业 司马师兵到乐家 立下迎债 等邓爱未至 师未眼下心鸽肉流 窗口疼痛 卧于帐中 令数百甲士还力护卫 三更十分 忽然寨内 喊声大震 人马大乱 师急问之 人报曰 一军从寨北斩围直入 为首一将 永不可当 是大惊 心如火烈 眼珠从肉流窗口内蹦出 血流遍地 疼痛难当 又恐有乱军心 只要背头而忍 背皆咬烂 原来文央军马先道 一拥而尽 在寨中左冲右突 所到之处 人不敢当 有相聚者 枪朔鞭打 无不被杀 央之望复道 以为外应 并不见来 数番杀到中军 皆被弓弩射回 央之杀到天明 只听得北边鼓角喧天 央回顾从者曰 复心不在南面为应 却从北至河野 央纵马纵马看时 只见一军行如猛风 为首一将 乃瞪爱也 月马横刀大呼曰 反贼休总 央大怒 挺枪迎之 战有五十河 不分胜败 正斗间 卫兵大进前后加攻 央布下兵各自逃散 只闻央单人独马 冲开卫兵 望南而走 背后数百元卫将 抖擞精神 骤马追来 将至乐家桥边 看看赶上 央忍忽然乐回马 大喝一声 直冲入卫将阵中来 刚边起处纷纷落马 各个倒退 央复缓缓而行 卫将聚在一处 惊讶曰 此人尚敢退五等之众也 可并力追之 于是卫将百元 复来追赶 仰勃然大怒曰 输背何不惜命也 踢鞭拨马 杀入卫将丛中 用鞭打死数人 复回马 缓配而行 卫将连锥四五番 皆被蚊羊一人杀退 后人有失曰 长坂当年独聚曹 子龙从此显英豪 乐家城内争风处 又见闻羊胆气高 原来闻亲被山路崎岖 迷入谷中 行了半夜 笔集巡路而出 天色已小 闻羊人马不知所向 只见卫兵大胜 亲不战而退 卫兵成事追杀 亲引兵往寿春而走 却说为殿中校尉引大墓 乃曹爽心腹之人 殷爽被司马懒 故事司马师 常有杀师抱爽之心 有素于闻亲交后 金剑师眼流突出 不能动止 乃入战告约 闻亲本无反心 竟被冠秋千逼迫 已至如此 某去睡之 必然来详 师从之 大墓盯亏冠家 乘马来赶闻亲 看看赶上 乃高声大叫曰 闻此时 见引大墓吗 亲回头示之 大墓除盔 放于安桥之前 以边指曰 闻此时 何不忍耐数日也 此时大墓知诗将亡 故来留亲 亲不解其意 厉声大骂 便欲开弓射之 大墓大哭而回 亲收据人马奔寿春时 已被诸葛诞引兵取了 欲赴回向城时 胡尊王姬邓爱 三路兵接到 亲见侍威 碎头东吴孙俊去了 却说 冠秋俭在向城内 听之寿春已失 闻亲事败 城外三路兵道 俭遂尽撤城中之兵出战 正与邓爱相遇 俭令阁雍出马 与爱交锋 不亦和 被爱一刀斩之 引兵杀过阵来 冠秋俭死战相聚 将怀兵大乱 胡尊王姬引兵四面加攻 冠秋俭敌不住 引十余计夺路而走 前至慎县城下 先令宋白开门接入 设席待之 解大罪 被宋白令人杀了 将头陷于卫兵 于是 淮南平定 司马师卧病不起 换诸葛诞入账 赐以应寿 加为镇东大将军 都督扬州诸鹿军马 一面班师回许昌 诗目痛不止 每夜只见李锋张机 夏侯玄三人立于踏前 诗心神恍惚 自撂难保 遂令人往洛阳取司马昭道 昭哭败于床下 诗一言曰 无尽权重 虽欲谢见 不可得也 如既我为之 大事 且不可倾托他人 自取灭族之祸 言气已印寿赴之 泪流满面 昭急于问时 师大叫一声 眼睛蹦出而死 时正元二年 二月夜 于是司马昭发丧 深奏卫住曹茅 茅前世迟赵到许昌 急命暂留司马昭屯军许昌 以防东吴 昭心中犹豫未决 钟会曰 大将军新王 人心未定 将军若留守于此 万一朝廷有变 悔之何疾 昭从之 急起兵还屯落水之难 茅闻之大惊 太为王肃奏曰 昭既既其兄长大权 陛下可封决已安之 茅遂命王肃迟赵 封司马昭为大将军 陆尚书是 昭入朝谢恩碧 自此 中外大小事情皆归于昭 却说西蜀细作 少知此事 暴入成都 将为奏后主曰 司马是新王 司马昭出卧重拳 必不敢善离洛阳 臣请常见乏味 依附中原 后主从之 遂命将为 兴师乏味 围到汉中 整顿人马 征熙大将军张义曰 书地浅霞 浅梁显薄 不宜远征 不如聚贤首份 续君爱民 此乃报国之计也 围曰 不然 西丞相未出茅庐 已定三分天下 然且六出齐山 已图中原 不幸半途而丧 一致功业未成 无今既受丞相一命 党尽忠报国 已计其志 虽死而无恨也 今未有戏可成 不就此时法治 更待何时 下侯霸曰 将军之言是也 可将清记先出浮海 若得陶西南安 则诸郡可定 张义曰 向者不克而还 皆因君出甚迟也 兵法云 攻其无备 出其不意 今若火速进兵 使魏人不能提防 必然全胜矣 于是江维引兵五万 望府罕进发 兵至桃水 守边军士 抱至雍州次使王京 征兮将军陈泰 王京掀起马步兵七万来迎 江维吩咐张义 如此如此 又吩咐夏侯霸 如此如此 二人领际去了 维乃自引大军 被逃水列阵 王京引数元崖将 出而问曰 未与吴蜀 已成顶足之势 如累赐入寇 何也 违约 司马师无故废主 临邦礼仪问罪 何况仇敌之国乎 经 回顾张鸣花勇 刘达忠方四将曰 蜀兵背水违阵 百则皆没于水矣 将为骁勇 如四将可战之 彼若退动 便可追击 四将分左右而出 来战江维 维略战树河 拨回马往本阵中便走 汪京大驱驶马 一起赶来 维尹兵望着逃水而走 将此进水 大呼将士曰 是极矣 主将何不努力 众将一起奋力杀回 卫兵大败 张义夏侯霸 抄在卫兵之后 分两路杀来 把卫兵困在该心 维奋无扬威 杀入卫军之中 左冲右突 卫兵大乱 自相践踏 死者大半 逼入逃水者无数 斩首万鱼 累失树立 汪京引败兵百计 奋力杀出 竟往敌道城而走 奔入城中 闭门保守 将为大获全功 靠军以毙 便欲进兵攻打敌道城 张义建阳 将军攻击已成 威省大振 可以执意 今若前进 躺不如意 正如画蛇天足也 违约 不然 想着兵败 尚欲进取 纵横中原 仅日逃水一战 为人胆裂 无料敌道 唾手可得 如物自挥其质也 张义再三劝谏 唯不从 遂乐兵来取 敌道城 却说雍州 征锡将军陈泰 正欲起兵 与王精报兵败之仇 忽衍周刺使邓爱 引兵道 泰接诊 礼毕 爱曰 今方大将军之命 特来助将军破敌 太问济于邓爱 爱曰 桃水得胜 若招枪人之众 东征观龙 传喜四郡 此无兵之大患也 今彼不思如此 却图敌道城 其成员兼顾 急切难攻 恐劳兵费力耳 不仅陈兵于巷领 然后进兵机之 赎兵必败矣 陈泰曰 朕妙论也 遂先波二十队兵 每队五十人 近代经其鼓角烽火之类 日浮夜行 去狄道城东南 高山深谷之中埋伏 只带兵来 以其鸣鼓吹脚为应 夜 则举火放炮 以惊之 调度已毕 专后属兵到来 于是陈泰邓爱 各引二万兵 相继而尽 却说将为围住敌道城 令兵八面攻之 连宫数日不下 心中郁闷 无计可施 时日黄昏时分 呼三五次流行马报说 有两路兵来 骑上明书大字 一路是征兮将军陈泰 一路是掩周刺史邓爱 唯大惊 遂请夏侯霸商议 霸曰 无想常为将军言 邓爱自幼深明兵法 善小地理 谨领兵道 颇为劲敌 违约 碧军远来 我修容他住脚 便可机知 乃刘张义功成 命夏侯霸引兵迎陈泰 唯自引兵 来迎邓爱 行不到无礼 忽然东南一声炮响 鼓角阵地 火光冲天 唯纵马看时 只见周围皆是卫兵齐号 唯大惊约 众瞪爱之记忆 遂传令 叫夏侯霸张义各弃敌道而退 于是属兵皆退于汉中 唯自断后 只听得背后鼓声不绝 唯退入剑阁之时 方知火鼓二十余处皆虚设也 唯收兵 退屯于中体 且说后主因将为有陶西之功 将召封为为大将军 唯受了职 上表谢恩毕 再亦出师乏位之策 正是 成功不必天蛇族 讨贼游司 奋虎威 不知此番北伐如何 且看下文分解